想跑 可方尘又岂会给对方逃跑的机会 小塔 出手一次 他道 小塔也是实时务者 明白现在该让方尘发泄发现 他光芒闪动 爆发出一道神魔之光涌入方尘体内 刹那间 方尘感觉神魔剑道 达到了自己现在无法领悟的境界 更感到随意一见 可谓斩破天地 更让他诧异的是 路的动作在此刻宛如停顿在虚空 仅仅一个转身就需要三十系的时间 这便是强者吗 他心神向往 同时神兵闪烁而出 双眸刹那间变得十分犀利 同时蕴含着浓烈的怒气 图结魔剑在手 他将无法解救神漫的怒火 都涌入这一剑中 当能量进入此剑之中 图结魔剑剧烈颤抖 光芒四射 感到十分畅快 单单是散发出来的魔威 就要比方尘以前全力爆发 还要强上数倍 方尘明白 这是自己的实力太弱 无法爆发出神兵真正的威力 还是太弱了 这句话再度在他的脑海当中响起 同时他蓄力一剑直接斩出 给我死 剑斩而出 化作一道弯月斩 此斩仅仅蕴含剑魔之威 普普通通 并无任何的出彩之处 但当路望到此剑 顿感宇宙中一尊上古剑魔 正冷冷盯着他 手举魔剑向他缓缓斩来 不 他惊恐万分 想要求饶 却是连说出求饶的机会都没有 剑斩而过 将他拦腰斩断 他呆愣在原地 一动不动 下一刻清风拂过 他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连化作灰都做不到 而剑斩并未因为斩杀路而停下 似乎灭杀这位灵海静 跟杀一只蝼蚁一样简单 剑斩破开光幕 冲了出去 如此一斩 立马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纷纷望去 而这道剑斩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飞出百里之远 连斩数十座山峰 所过之处 静数一为平地 最终落在一处观望势力的山脚下 魔斩落下 先是一瞬的平静 紧接着一道白光冲天起 直冲云霄 伴随而来的是魔微滚动 如同火山爆发般 瞬间将方圆三十里地 尽数包裹 大地震战 魔气滔天 天地色变 化为鲜红之色 在那里的近百味势力修饰 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瞬间化为虚无 这一刻 所有人都停止了战斗 哪怕是凯颜天尊 和黑色骷髅头 同样如此 他们瞪大着眼睛 不敢置信地望着远处那滔天的魔微剑意 低阶修士 连看上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仅仅一眼 就会被那滔天的魔微剑意所伤 而那中高阶修士 也不敢看太久 否则也会剑意所伤 唯有凯颜天尊 和黑色骷髅头二人 相安无事 但也是心有余悸 惊骇不已 如果这一展落在他们这里 哪怕是他们 也必死无疑 除非是黑色骷髅头的真身 才有抵挡住的希望 但黑色骷髅头意识到 那祭坛当中 只怕有他无法招惹的存在 最重要的一点是 将自己召唤出来的陆死了 毫无疑问 陆必定是死在了那一剑的余威下 里面到底是何方神圣 他很好奇 这里不该出现如此顶尖大能才是 里面到底是谁 你们到底是谁 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死死地盯着凯颜天尊 也不再出手 如今 他已经在渐渐消散 继续出手 已经毫无意义 凯颜天尊此刻也反应过来 傲然道 我们是你们骤庭得罪不起的 再敢招惹我等 我必定让你们骤庭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黑色骷髅头 死死盯着凯颜天尊 换作以前他自然不信 可现在 他信了三分 我记得 你叫神山老狗 里面那个叫夏仙对吧 黑色骷髅头淡淡说道 凯颜天尊道 是又如何 不管此名真假 已经与你们有因果 相信以后 我们会再见面的 话音落 他也彻底消散 凯颜天尊望着这一幕 长叹一声 最终还是和骤庭缠上了因果 罢了 一切皆是命中注定 他无奈道 下一刻他神色冰冷 钉向三家修士 还有灵 轮到你们了 恐怖的威压瞬间爆发 笼罩整个祭坛 刹那间 三家修士都动弹不得 灵脸色苍白 他已经感受到 路的气息消失 那必定是被刚刚一箭锁斩 而大人消失 那在这里 将没有人再是凯颜天尊的对手 他没有丝毫犹豫 向着远处顿去 你要去哪儿 但凯颜天尊 早就盯上了他 一只巨爪从虚空中探出 直接将他狠狠拍在地上 同时受爪而落 将他当场拍死 这些骤庭的家伙 就别想从其身上 探到什么消息了 否则你何时重咒都不知 直接拍死是最好的选择 萧胜之等人见此一幕 满脸绝望 在凯颜天尊变前 他们连抵抗威压的实力 都没有 沈老见三家修士 都被禁锢住 松了口气 而这一松 他喷出数口鲜血 身体刹那间 苍老数倍 家主 四周沈家子弟 连忙上前搀扶 我没事 沈老白手 他还能坚持坚持 至少在破咒之前 他不能死 他望向凯颜天尊 拱手道 多谢前辈 凯颜天尊白手道 无需多礼 这些人就由你们来处理了 沈老点头 与此同时 沈三更 黄六娘等 也将轩明健等宗师巅峰强者 纷纷擒来 萧胜之 你害我 轩明健 我待你如好友 你害我呀 因老三人对着轩明健 和萧胜之大骂 他们之前便有退役 但被逼着动手 如今战败 怎能不弄 他们连忙对沈老求饶道 沈老 我们不愿的 是被轩明健和萧胜之 逼得不得不出手 是啊 他们实力太强 我们也是无可奈何 饶命啊 我们愿意为 沈家上刀山下火海 他们纷纷求饶 但沈老脸色冷漠至极 他望向萧胜之和轩明健道 两位家主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萧胜之冷哼道 沈老 若非那位大能 你们沈家早就灭亡了 我们既然败了 那便认了 杀了我吧 沈老深深地望着他 点头道 好 算是个人物 不过 你等之生死 还是交由方道有决定吧 众人望向祭坛 焦急不已 方小友 你一定要破咒成功 沈老祈祷道 祭坛内 解决完路后 方尘问小塔 还需要多久能够彻底破咒 小塔发出波动 告诉方尘需要一盏茶的时间 好 我知道了 等我的命令再动手 小塔再次发出波动 表示没有问题 方尘重新来到沈蔓面前 握住手轻声换道 沈蔓 说话时 轮回树的轮回之道 涌入沈蔓体内 柳眉微咒的沈蔓缓缓舒展 也不再感到痛苦 慢慢睁开眉眸 当第一眼看到方尘时 沈蔓立马露出欣喜的笑容 方尘 咒语破了吗 见到沈蔓期待的神情 方尘面露歉意 抱歉沈蔓 他决定如实回答 沈蔓心中一紧 是不是诅咒破不了 那沈家岂不是 方尘摇头 歉意道 诅咒可破 但是我就不了你 他将破咒之法 毫无保留地告诉沈蔓 可当沈蔓听到此法可破诅咒 只有他一人死时 却是露出欣喜之色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沈蔓眼眶湿润 喜极而泣 他正是因为害怕沈家 因他的死遭殃 才一直不敢自裁 如今他死沈家也不会有事 岂会不开心 可是你 我害死了爹娘亲人 也害了爷爷 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本就是该死之人 他望着方尘 美眸中没有一丝对死亡的畏惧 反而是有解脱之意 你想想 我可以解脱了 沈家也不会因为我而受到伤害 这是皆大欢喜的事 也是我最好的解决 他道 只是望着方尘 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幸福和不舍 这十天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只是太短太短让我有些不舍 不过我至少在死前 不是孤独一人 也有人疼过 爱过 有过从未有的温柔 幸福 也畅快地笑过 可以毫无顾忌地 去喜欢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我以前多么渴望的事情 现在都做到了 也算是大圆满了 他深情地望着方尘 道 谢谢你方尘 是你让我感受到了这一切 可惜的是 没办法履行婚约嫁给你 说着说着 他已是热泪盈眶 但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 说没有遗憾 那是假的 他也有一丝丝的贪念 想要给爷爷养老 想要和方尘成婚 再和他白头到老 但或许是他太过贪心了 想要这些不该属于他的幸福 方尘心疼地望着眼前的少女 对他人来说很简单 甚至天生就有的 对沈蔓来说 却是奢求 从懂事起 就被人认定为灾心 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本来以为自己来了 还是一位宗师大能 就能够帮助沈蔓 也有能力保护自己 想要保护的人 不会再像以前那般 可现在他却发现自己 还是没有变 他依旧是蝼蚁 弱者 就像他以前的那句话说的 宗师 算个屁 望着泪流满面 却还故作坚强的沈蔓 方尘道 我们拜堂吧 沈蔓娇躯一颤 抬起头望向方尘 有些不敢置信 你说什么 方尘将他扶起 露出一抹笑容道 就在这里拜堂 以祭堂为婚堂 沈家人见证 拜堂成亲 结为夫妻 看看 此处圣洁如雪 光彩夺目 正好适合作为婚堂 他望着沈蔓 问 你愿意做我的娘子吗 师尊说 他注定妻妾成群 但和第一个拜堂的人会很重要 绝对要深思熟虑 方尘之前一直都是打算 将第一次拜堂给孟瑶 但现在 他想好了 要将这第一次给沈蔓 虽然他们只是在一起十天而已 但如果不和沈蔓拜托 这会是他这一生的遗憾 沈蔓也终于是反应过来 美眸中打转的泪水 再也止不住 哗啦啦地流了下来 可是 可是我 他有些犹豫 毕竟自己是将死之人 方尘手指抵住他的阴唇 含笑道 现在你我忘记将来忘记过去 享受此刻 愿意吗 沈蔓美眸泪水打转 重重点头 我愿意 说完 他紧紧地将方尘抱住 二人相拥 此刻这个世界唯有他们 再无他人 虚空当中掌天灵发出动听的铃声 像是在为新人奏乐 轮回树花开 尽管只是虚影 却是让祭坛多了几分生机和唯美 小塔见此 虚影已变化为喜庆的高堂 至于三生三世 三灾咒 被丢到一旁 本该是主角的他 此刻显得没有人在意 他们仅感受着彼此的味道 体温和触感 许久之后 他们才恋恋不舍地分开 方尘拉着沈蔓的手 来到祭坛前 他手中灵光转动 一抹红色薄愁 出现在手中 作为我的娘子 又怎能没有红盖头 他温柔道 为沈蔓亲自盖上 薄愁之下的沈蔓 脸蛋更添几分红 也让本就惊艳的他 更加动人 方尘深情地望着他道 要是师尊师娘见了 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沈蔓幸福地说道 能嫁给你 三百多世的苦难都值得 二人相视一笑 牵着手一起面对高堂 今日 我方尘 今日 我沈蔓 我二人再次结成新人 话音落 他们一败一叩首 一败天地 败完 转身面对沈老方向 二败二叩首 二败高堂 二人面对面 三败三叩首 夫妻对败 礼弼 简简单单地败堂 就此结束 但他们 却不知 这一败堂 会给未来的 齐天大陆 带来怎样的变数 二人站起 方尘寒笑问道 虽说应该进入洞房 才能揭盖 但现在情况特殊 我能现在揭吗 我的娘子 沈蔓露出甜甜的笑容 啊 夫君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你想如何就如何 方尘一笑 伸出手缓缓地 将沈蔓的盖头掀开 露出那张 怎么看都不逆的绝美容颜 而在揭盖的刹那 沈蔓猛然上前 揽住了方尘 樱桃小嘴吻下 久违的触电感 再度传遍方尘的全身 同时巧妙的触感 也涌来 那甜甜的感觉 立马让方尘感到陶醉 感受着沈蔓 略有些笨拙的亲吻 方尘心中 一笑也不再客气 热烈地回应着 这一吻 天长地久 方尘看着沈蔓 他看到他的眼里 雾蒙蒙水润润的 脸上泛了微微红潮 鼻尖渗出细小汗珠 方尘有种想要让这一刻 永远停留着的冲动 这股战友欲来得快 让他嘴唇微张 更加霸道所稳 感受到他的霸道 沈蔓脸蛋越发之红 他嘴唇微微张着 露出鲜嫩水润的舌尖 清纯夹杂着妩媚 笨住地回应着 那惹人连爱的样子 让方尘情难自禁地 低头含住他的唇半 继而温柔地绕住他的舌尖 他轻颤着承受他的爱意 睫毛已不自觉地潮湿 但天长地久有识境 不久后 二人不舍地分开 留住他们的 唯有唇间那一道缠绵丝线 沈蔓满脸红潮 不敢去看方尘 更不敢言 方尘抚摸着他的脸颊 让其微微抬头 与他对视 尽管无言 但千言万语 已在双眸当中 不过片刻之后 沈蔓嘟起小嘴 道 听爷爷说 你有十位未婚妻呢 方尘脸顿时一僵 怎么突然提起此事 他无奈点头 确实 不过这些都是师尊安排 我也无可奈何 那你现在娶几个了 沈蔓盯着方尘的眼睛 像是在警告他 不许说谎 见小宅女突然刁瞒 方尘玩耳一笑 你是我娶的第一个 真的 沈蔓有些不敢相信 瞪大着美眸盯着方尘 方尘点了一下他的鼻尖 是真的 见方尘不像说谎 沈蔓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紧接着他扑斥一笑 道 原来这就是跟夫君闹脾气的样子 感觉挺稀奇的 他自然不是吃醋 只是想要感受一下 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方尘无奈 但还是问道 你还想试试其他的吗 我还想 沈蔓陷入沉思 但下一刻 却是感到头一晕就要倒下 方尘连忙抱住他 并输送更多的轮回之力 沈蔓此刻还在遭受着诅咒的侵蚀 只是因为方尘的轮回世界术材 坚持到如今 可现在看来 时间已经不够了 我是不是快不行了 微微恢复意识后 沈蔓也是知道自己只怕是不行了 小塔虚影发出波动 告诉方尘 再拖延下去 只怕祭坛毁灭 到时想要破咒 将毁千难万难 或许会说有下次 但那十三生三十三灾咒 已有应对之策 此法再也无法起到作用 留下沈蔓对沈家也是天大的灾难 或许将他关着 不会有人再被诅咒 但诅咒始终会围绕 沈家影响气域 终有一天 会让沈家走向灭亡 此刻破咒天时地利人和 不管是以后还是以前 都不会再有这般机会 方尘紧紧抱住他 道 你只是困了 没事的 是吗 那我睡一会 好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嗯嗯 沈蔓天天一笑 依偎在方尘怀中 渐渐睡了过去 方尘望向小塔 小塔已经蓄力完毕 可展诅咒 他又望向怀中的沈蔓 满眼不舍 但也明白这是绝别之事 可是 想要说出让小塔动手的话 一时间 他也不知该如何开口 只能更加紧地抱住沈蔓 沈蔓似乎有些吃疼 柳眉轻皱 缓缓道 别抱得太紧 让我好好睡一觉 好累 真的好累 方尘身躯一颤 或许让沈蔓彻底沉睡 是他想要的 他仰望天空 长叹一声任命般地闭上眼睛 小塔 动手吧 小塔光芒闪烁 不再有任何犹豫 配合轮回世界术 向着三生三世三灾咒 发出最后的攻击 蓄力一击的两大质宝 足以将诅咒直接灭杀当场 方尘望着怀中沈蔓 想将他的容貌彻底记住 碰 攻击落下 但方尘他却是发现不对劲 因为只有小塔的攻击击中 轮回世界术并没有 方尘望去 惊讶地发现 轮回世界术的攻击 竟然停在半空当中 像是被定住了 不 不是定住 而是在缓慢地移动着 刹那间 方尘意识到了什么 时间一到 祭坛之上的时间 此刻已经被人给控制住 唯有小塔 不受任何的影响 这让方尘冷汗直流 连轮回世界术的时间 都能禁锢 这是何等的存在 还有他为何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对方有意如此 谁 出来 方尘喝道 可四周 除了他 并无其他人 突然 怀中的沈蔓 附不住一道光芒闪烁 一双散发白光的 千千玉手 从腹部中伸了出来 还未等方尘反应过来 一道绝美的女子光影 就从沈蔓体内 缓缓坐了起来 他歪着头 呆呆地打量方尘 似乎对他很感兴趣 方尘此刻 才反应过来 喝道 你是谁 为何在沈蔓的体内 但光影女子并未回答 而是御手缓缓伸来 方尘想躲 却是发现 和轮回世界术一样变慢了 无法躲闪 他望向小塔 希望小塔能够出手 但小塔连动弹一下都没有 丝毫不管他的生死 方尘也只能暗骂一声 同时光影女子的手 终于到他的面前 直接捧住他的脸庞 还未等方尘猜出 对方要干嘛时 他居然学着沈蔓的样子 稳住了他 感受到唇间传来的异样感觉 方尘瞪大眼睛 满脸不敢置信 这是什么情况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一股不疏于他的记忆 却是涌入脑海当中 庞大的知识 疯狂地灌入其中 让他感到头痛欲裂 而这样的感觉 对方尘来说 十分漫长 宛如度过数年 但对于外面来说 却是紧紧一瞬 数年里 他一直都在接收这股记忆 当彻底感悟时 他满脸的不敢置信 紧接着则是兴奋 这是 破三生三世三灾咒之法 而且 这还是某位存在 苍无万年此咒所得 并且还悟出了 唯一的破解之法 是他 方尘知道 这必定是光影女子所悟 他交给自己破之法 是要让我以完美之法 破开审漫的 三生三世三灾咒吗 但为什么要这么做 光影女子见方尘 已经彻底接收他所传之法 也就不再吻着 缓缓退开 你到底是谁 他一松开 方尘盯着对方 立马质问着 但光影女子不答 只是静静站着 见此方尘沉思 对方 既然传他破解之法 那在破咒之前 他们就不会是敌人 现在最重要的是 救下沈漫 这或许是唯一的机会 当然 一旦失败 沈漫依旧逃不了 魂飞魄散的下场 不过就这般破咒沈漫 也会魂飞魄散 倒不如一试 方尘将沈漫轻轻放在地上 随后对光影女子道 让世界术恢复过来 光影女子没有反对 按照方尘的话 放轮回世界术自由 当然 四周的时间 依旧被禁锢十分缓慢 不过这也是方尘想要的 他道 小塔 轮回术 接下来听我号令 我要来一次完美破咒 说完他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精血 手指沾上精血 在虚空中 书写出一个复杂的咒文 一边写 一边研 三生三世三灾 其实并非一咒 而为三咒 他人以为只要破其一世之咒 那就是破咒 其实不然 想要真正做到完美破咒 必须三世 而破才是真正的完美破咒 所以要破此咒 不仅要依靠轮回之道 也要时间一到 破一咒 虚具及公认的三大最难修炼 三大道之二 这也是数万年来 无人能够做到完美破咒的原因之一 当然 方尘不需要写出三百多世的咒文 只需要完成真正走完诅咒的三世即可 也就是三枚咒文 说话间 第一枚咒文已成 当咒文成形刹那 祭坛宛如是被激活一般 爆发出璀璨的金光 直冲云霄 同时方尘背后大道气息 一枚咒文缓缓成形 正是咒字道文 虚空当中的三生三世三灾咒一颤 爆发出不敢置信的波动 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写出如此咒文 当咒文出现的刹那 一直都毫不畏惧的三生三世三灾咒 第一次散发出惊恐的波动 如果完美破咒的话 那他此咒将会彻底地从这个世界消失不见 不是死亡 却要比死亡还要可怕 但方尘岂会回答他的问题 又喷出一口金血 继续写第二个咒文 你继续写下去会死的 第一枚咒文乃是金声 无需轮回 时间到 但第二枚针对的是第二十 不仅需要消耗你大量的金血 更会消耗你的寿缘 一旦失败 你将会让这一切复之东流 三生三世三灾咒 发出波动 但对此方尘没有任何打算停止的意思 他说得不错 但对方尘来说 一些金血和寿缘算不得什么 他神魔之体 吞噬神魔之血 便能够让金血补回 寿缘更是勉强够用 至于轮回到有轮回术 时间到有那光影女子 天时地利人和 若达成完美破咒 按照凯颜天尊所说 他会得到极大的好处 同时也能为沈漫夺那一线生机 不管是为了自己的道心 还是沈漫 这都是稳赚不赔 当然 这有一定的危险 但天大的机缘 往往伴随着天大的危险 方尘无视三灾咒的波动 开始在虚空刻画 第二枚复杂的咒纹 轮回世界术 绽放着璀璨的轮回之力 光影女子输送着时间之力 但就算有他们的协助 方尘的刻画 依旧十分艰难 每一笔每一画 就像是用手在石头上雕刻 明明刻画在虚空 但手指却是开始渗血 方尘更是一副万分痛苦的样子 至于动作自然也快不了 但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好在方尘意志足够坚强 最终 咒纹还是成功刻画而出 他的咒之道纹也在此刻 提升为二级道纹 可当咒纹成的刹那 方尘一口鲜血喷出 乌亮黑发 也在这一瞬花白 仅仅一字消耗方尘五百年光阴 还有最后一枚 方尘没有休息 更没有后悔 直接开始刻画最后一枚 这最后的第三枚为第一式 也是最难的咒纹 换作其他人 只怕是周身精血 都不足以支撑刻画最后一枚 但方尘又岂是寻常人 他直接炼化体内六十滴神魔之血 提升肉身的同时也化为精血 一口喷出 便是十滴精血飞出 最终落在指尖 可刚一化 他的手指却是咔嚓一声 竟然断成两截 血肉更是刹那化为虚无 仅剩下建模之壁的趾骨 还完好无损 方尘眉头紧锁 这最后一枚太过强大 竟然连他的肉身都无法承受住 肉身不行 那我的剑道呢 手中一转 图结魔剑飞出落在手中 剑尖点在精血之上 开始刻画 但这一剑落在虚空上 却像是 斩在坚硬的灵铁上 寸步难行 哪怕方尘用尽全力 依旧艰难万分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这最后一道咒印 能有多难 方尘怒吼 再炼化两百滴神魔之血 一次性炼化如此多的神魔之血 让他感到万分痛苦 宛如全身在燃烧盘 但他硬生生地扛着 这股撕裂般的疼痛 雕刻皱纹 剑刻的速度缓慢 如同蜗牛 石膝也仅仅刻出一笔 而方尘已经满身火红 不停地冒着红金灵烟 那是炼化神魔之血太多 身体有些承受不住 并且自从上次压制住的神魔之力 也伴随着神魔之体 越发强大 再度躁动起来 随时打算反噬方尘 而方尘的意志 也在不断地被摧残着 尽管有掌天灵和轮回世界术辅助 但依旧开始出现不知 而骤文才仅仅刻画一半 如果想就此成功 简直是痴心妄想 方尘望着躺在地上 已经彻底沉睡的神漫 眼中闪过一抹坚定 再渴一点 再渴一点 他喃喃自语 或许会有人觉得他傻 何必为了一个 只认识十天的人 做到如此地步 尽力了那就足够了 问心无愧 但方尘不能 道心告诉他 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放弃 何况这是关乎到师尊的命令 神老的恳求 神漫的命运 不知不觉 他的头发已经彻底花白 身体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再不断衰老 终于 他刻画到了三分之一 而背后的皱字道文 也从一级提升到了二级 神魔肢体再度突破 达到万分之一百八十 可到这里 已经是方尘的极限 不是他一直跟不上 更不是坚持不住 而是寿源将至 仅剩百年 他的剑也在此刻停下 望着仅剩下一笔的皱纹 他满脸不甘 该死 难道不行了吗 他心中思绪万千 最后抬头望向小塔 小塔 出手一次 求你了 但小塔毫无波动 并不愿出手 不管方尘能不能成功 此咒都会被破 只是无法达到完美级别而已 不过这对他来说 这已经足够 所以想让他出手 想都别想 方尘喊道 如果完美破咒的话 对你我的好处也会更多 难道你不想要这好处了吗 他也只能以利又知 但小塔依旧是无动于衷 方尘见词也明白 小塔是不可能出手的 但让他此刻放弃 又怎能甘心 我要怎么办 他疯狂地思索着 难道要燃烧所有的神魔之血 但也不够 毕竟补充的只是精血 而非寿源 方尘 突然 一道熟悉的声音缓缓响起 方尘一愣 望了过去 光影女子 不知何时在沈蔓身边 而沈蔓不知何时清醒过来 正望着自己 刚刚的话 也被他听得一清二楚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 这样破咒 能给你更多的机缘吗 他眨巴着大眼睛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方尘连忙说道 沈蔓 我确实是冲着机缘而已 但同样也是 想要救你 沈蔓望着他 展颜一笑 我相信你 方尘一正 沈蔓望着方尘满头白发 沧桑不已的样子 顿感心疼 他站起身来 一步步地走方尘 笑容依旧 方尘 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但这一次 就有我为你做最后一件事吧 说话间 他已经来到了图结魔剑前 方尘心中一紧 顿感不妙 连忙喊道 沈蔓 你要做什么 他想要移开图结魔剑 但现在连动弹一下 都极为艰难 沈蔓一笑 其实你明白的 我已经是没有活着的可能了 死是我唯一的归宿 所以方尘 别再为了我伤害自己了 你已经为我做了足够多了 这一世能够认识你 我已经心满意足 他走到了图结剑前 伸手握住了剑刃 他已经告诉我了 完美破咒 跟我生死 并没有太多影响 就算是完美破咒 我也只是多了一分渺茫的机会罢了 为了这一分渺茫 并不值得 话音落 他的脖梗 已经来到剑刃前 不要 方尘知道他要做什么 想要阻止 但沈蔓连犹豫一下都没有 轻轻一碰 白玉无瑕的脖梗上 便有一道深深的剑痕 我之前一直在想要如何报答你的恩情 可是我实力弱 又什么都不懂 好像除了身体之外 我给不了你其他的 现在知道 我可以帮你得到更多的机缘 而我作为被咒者 是唯一能够献祭的人 也算是小小的报答了 当然 我知道这还不够 要是有下意识的话 我再报答你吧 他道 不 方尘绝望地喊道 但此刻他连动弹一下都十分艰难 更别说阻止什么 而图结魔剑乃是神兵 沈漫只是周圆修为 这道剑痕足以要了他的命 但沈漫像是没有感到任何疼痛 脚尖一点来到方尘面前 他捧起方尘的脸庞 亲吻在方尘眉间 带上我的一份 好好活下去 话阴落 他念动光影女子 教他的献祭咒语 脖梗的伤口鲜血不断渗出 却并未落地 而是飘向图结魔剑 从其剑刃上落在了皱纹中 顿时皱纹光芒闪动 方尘不再感到阻碍 但他的剑却是刻不动了 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刻 消耗的都是沈漫的生命 沈漫握住方尘刻皱的手 他已经不行了 却依旧用尽全身最后的力量 推动方尘的手 方尘 继续刻下去 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他祈求地望着方尘 再也坚持不住 向着地面栽去 扑通一声 沈漫彻底地失去生命 栽倒在地的声响 就像是打在方尘心脏处 让他感到撕裂般的剧痛 哪怕是道心坚韧 意志坚定的他 此刻感觉即将崩溃 不 他歇斯底里地嘶吼着 神魔之威不断爆发着 整个祭坛疯狂地摇晃 光芒野视 疯狂闪动 摇摇欲坠 看得外面的人惊心胆战 这一刻 方尘真的即将崩溃 还有机会 完美破咒 可让他的魂魄 有机会入黄泉轮回 但在此时 光影女子的声音突然响起 方尘一颤 在崩溃的边缘中 冷静下来 没错 只要保住沈漫的灵魂 进入黄泉 那就有轮回转世的机会 他咬着牙 强忍着剧痛 继续刻画最后的一笔 有了沈漫所贡献的生命 最后一笔的阻碍 大大减少 可对方尘来说 却重若千斤 每一次前进 都满是悲痛和无助 太弱了 我还是太弱了 这句话 不断在方尘的脑海当中想起 他发誓 一定要变强 变得很强 不仅能够保护自己 也能够保护自己 要保护的人 终于 最后一笔完成 三是破咒 三眉咒纹成 刹那间三眉咒纹光芒璀 落入祭坛之中 动手 他愤怒地吼道 掌天灵 轮回世界树 小塔光芒闪烁 向着诅咒而去 光影女子 也是冲向诅咒 不 三生三世三灾绝望地嘶吼着 完美破咒 他将会是真正的消亡 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 这怎么能不让他慌张 但他再慌也无用 三世破咒纹光芒闪烁 加上三大智宝 与光影女子 三生三世三灾咒 就连反应的能力都没有 差那间 他周身就像是被点燃般 逐渐消亡 直至消失 三生三世三灾咒 灭 碰 祭坛爆发出一道巨大咒光 直冲天际 强烈的光芒 哪怕是在万里之外 也能够清晰地看到 啊 沈三更和三百位沈家弟子 再也坚持不住 被直接震飞出去 好在并未受到太多伤害 但突如其来的爆发 却是让在场众人皆是一愣 不明所以 破咒了 凯颜天尊望着这一幕 满脸的不敢置信 不仅破咒 而且还是完美破咒 这怎么可能 方辰能够强行破咒 他就觉得已经是个奇迹 可这般景象 绝对不是普通破咒 而是完美破咒 这小子 怎么这么妖念 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了 只怕那些老不死的 都会感应到 三生三世三灾咒的彻底消亡 如他所言 人黄殿 闭关中的人黄 猛然从闭关当中顿出 帝皇之威爆发 笼罩整个人黄殿 人黄殿众人 都被人黄突如其来的举动给惊住 但没有一个人 敢立马上去问这是因为什么 人黄双眸中有着一抹惊讶 片刻后才消散 但目光一直死死盯着某个方向 正是方辰所在的位置 三生三世三灾咒 被完美破除 这小子一回来 就做了一件大事 父皇 怎么了 此刻才有一道乔影飞了上来 诧异地望着人黄 而来者正是秋梅的妹妹 姐儿 当初在神冬域的洞天福地 正是他送给方辰的礼物 也让方辰得到了图结魔剑 哈哈 人黄没有回答 反而是畅快地大笑起来 姐儿 我人族又多了一位顶尖的妖孽啊 她道 姐儿一愣 人族最近千年 因为争顶 而天骄被出 但对于那些天骄人黄 始终十分平静 还从未如此地欣喜过 她不由地好奇地问道 父皇 那天骄是谁啊 是个从蛮荒之地崛起的天骄 已经做了几件了不得的事情了 人黄望向姐儿 道 上次我打算将秦秋梅那丫头 许配给此天骄 秦秋梅死活不肯 姐儿 你有没有兴趣 这天骄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姐儿文言 没有丝毫犹豫地说道 父皇 我有婚事在身了 这是爷爷特意定下的婚约 对于与方臣的婚约 他并不排斥 毕竟这可是有好处的 一旦有人想要和他结成婚约 那他就会将 自己有未婚夫的事情告知 也正是因为此事 父皇也很少和他提及婚约之事 人黄这才想起此事 顿时有些恼怒 老头子当年 也是昏了头 居然直接给你定下婚约 连问本皇都没有 对了 你的未婚夫是谁 他好奇问道 姐儿正想回答 人黄却是摆手说道 算了算了 是谁都不重要 反正此事 我是不会点头答应的 他又望向另外一个方向 那里乃是战场 那些老东西 只怕也是 察觉到诅咒被迫 只怕是来找麻烦了 看来我得去那里 镇守几年才行 说完他也不再理会姐儿 直接向着战场方向顿去 顶玉边 一墙足 一道身影腾空而起 望向人族方向 三生三世三灾咒被破了 是人黄做的 不可能 那小子才入此境多久 绝无此实力 那会是谁 不过这样也更有意思 看来人族登顶的可能性 又增加了几分 可能了 看来得去打压一下了 他腾空而起 高声道 几位道友 有没有兴趣去人族战场 走上一遭 和人黄切磋切磋 虚空当中 一道雄厚的声音响起 正有此意 好久没有活动一下筋骨了 那边去一趟吧 也不知人黄那个小子 现在实力怎么样了 数道声音响起 皆是各处的顶尖存在 看来人族战场 又将会是一场 顶级存在的较量 骤庭 地下深处 一位戴着黑色皱纹面具的女子 缓缓睁开眼睛 三万年了 又一个一级咒语 被完美破解 三生三世三灾咒 从今往后将成为历史 面具下冷漠的双眸 微微一眯 有一丝复杂 也有一丝愤怒 诅咒被破 咒力也会受到影响 这对于修咒道的他来说 并非好事 圣皇 这时 殿外有人恭敬道 说 女子圣皇冷冷道 三生三世三灾咒被破了 我知道 怎么了 外面人道 当时我的一道分神就在那里 知道是谁动的手 哦 圣皇饶有兴趣地问道 说 那里有一头八级中期的邪言犬 不过看其实力 应该不仅如此 只怕是受伤导致 他自称为神山老狗 但只怕是并非真名 神山 圣皇双眼微微一眯 道 神山 数万年前精灵族的皇 只是之后 精灵族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狱紧闭 无人能进 不久前 精灵族天灵狱开启过 但很快又关闭 像是 发生了什么躁动 那头邪言犬 只怕就是神山当年养的那一条 只是为何会出现在人族之中 圣皇陷入沉思 人族和精灵族 必定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 这么说 破咒之人是那头狗了 他问 不是 邪言犬一直都在外面 真正破开诅咒的 是一个人族 从路传回来的信息看 他叫下仙 就不知是真名还是假名了 不管此名真假 已经和那人族有着因果 去查 我要那人族的所有信息 圣皇道 是 那人退下 真的是越来越有意识了 圣皇嘴角微微上扬 祭坛 当破咒的刹那 方尘抱贺一声 世界术 祝我 他要保住沈曼灵魂 强行送入黄泉 只要入黄泉 沈曼就有入轮回的可能 轮回世界术自然明白方尘打算 顿时光芒绽放 涌向沈曼 同时 虚空当中 黄泉虚影缓缓成线 悠悠泉水 汹涌澎湃 方尘奔向沈曼 同时 沈曼魂魂魄缓缓缓从身体当中出现 在轮回之力的包裹中 沈曼的灵魂并未因为诅咒被迫而回 见此一幕 方尘一喜 还有希望 咔嚓 可就在此时 一道他最不想听到的声音响起 沈曼的灵魂如同玻璃一样 碎成了几块 不 方尘连忙停下动作 不敢再移动半分 沈曼的灵魂面露痛苦 这般碎裂宛如在切割着他的肉身 怎么办 方尘冷汗直冒 他知道 三生三世三灾咒 对沈曼的影响实在太深 哪怕被迫之前留下的隐患 依旧伤及了他灵魂的根源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一只安静的光影女子 突然出现在沈曼的身边 他然伸出了手 向着沈曼的魂魄抓去 沈曼灵魂一颤 再度露出痛苦之色 方尘大惊 怒吼道 你要干什么 对方很明显 是对沈曼不利 他另外一只手 握住图结魔剑 向着光影女子斩去 可光影女子手轻轻一挥 时间再度被定住 不仅是图结魔剑 方尘待立在原地动弹不得 禁锢住方尘后 他伸手从沈曼灵魂体内 抓出一颗闪耀着白光的小珠子 当此珠被拿出的刹那 沈曼就像是一阵风般 化为虚无 方尘目自欲炼 确实连怒喊出来都做不到 而做完这一切之后 光影女子的身影 也在渐渐消失 彻底消失不见 就连沈曼的尸体 也在此刻化为点点星光 从方尘的身上掠过 就好像是沈曼中 别的最后一个拥抱 也是在此刻时间禁锢消失 不 方尘怒吼声响彻天地 悲怒之意让人动容 整个祭坛都在不断颤抖 失败了 他最终还是失败了 就连保住沈曼的灵魂都做不到 但没有人会在意失败者的怒吼 三生三世三灾咒 在沈曼彻底消散之后 残存的一丝能量 也彻底地消失 从今往后 三生三世三灾咒 不会出现在齐天大陆上 祭坛外 感受着周身诅咒之力的消失 沈曼喜极而泣 破了 这个咒语终于是破了 他泪流满面 沈家众人也都是热泪盈眶 困扰着他们近二十年的咒语 终于是解决了 他们再也不用夜夜担惊受怕了 他好了 我们沈家没事了 安全了 终于是安全了 他们欢呼雀跃 却是没有看到 沈老的最后一丝生气 也在这一刻消散 沈老感觉到自己生机已无 知道死期已到 但他并不恐惧 辱出一抹笑容 我也可以安心地走了 说完他扑通一声 直接栽倒在地 傅剑 家主 沈三更他们脸色大变 连忙上前 但沈老已经没有任何生机 已经彻底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傅剑 沈三更等人双眸通红 不少人更是泪流满面 他们的主心骨最终还是走了 黄六娘和严恒也是神色伤感 他们的老友又走了一位 碰 也就在他们伤感之际 天地间一道霞光划过天际 紧接着霞光落下点点星光 进入了祭坛当中 这是破咒之后 天地法则的恩泽 也是天阳子口中的机缘 如果是普通破咒 那此恩泽 只会给被此咒影响的人 不过方辰却是做到了完美破咒 此恩泽 则会完全属于方辰一人 恐怕连天阳子 也没有算到 方辰居然能够做到完美破咒 天地恩泽降临 方辰 你的恩我也算是报了 也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凯颜天尊淡淡地说道 他知道 沈漫必定是魂飞魄散了 如果继续留下去的话 只怕方辰会迁怒于他 还是尽早离开为妙 当然 表面他自然是不能露出 害怕方辰的样子 希望下次再见的时候 你已是齐天大陆的顶尖强者 说完他也不再逗留 静止离开 当方辰被星光笼罩时 周身气韵疯狂攀升 此为机缘之一 他苍老的模样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 渐渐恢复成原本的模样 只是白发却并未恢复 只是变得像雪白般 同时方辰也感受到 自己之前损耗的精血开始恢复过来 不仅如此 就连神魔之体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着 感受着周身的变化 方辰面露坚定 我太弱了 如果我更强什么 或许就不会死 我要变得更强 踏上这世界之巅 悲伤不会安慰自己 实力才能拒绝悲伤 他盘坐在虚空当中 开始炼化着这股力量 万分之一百八十五 万分之一百九十五 万分之二百 直到万分之二百三十 这才停止提升 而他的神魔之力 并未因为神魔剑体的提升 而再次反噬 反而是在天地恩泽协助下 感悟神魔剑道 让之前吸收的那股力量 融合为神魔剑道 最重要的是 方辰此刻主修道文 神魔道文光芒闪烁 一缕道文神念 缓缓闪动 如果凯颜天尊看到这一幕 必定会惊得下巴掉下来 因为一缕神念 代表这枚道文 将入神文行列 而神文只有达到灵海境 才能感悟出 甚至能在灵海境感悟出的人 也是屈之可数 而神文 也是他入雾神境的唯一钥匙 但方辰仅仅出入宗师境 如果真成了的话 那他等同于 在宗师便得到入雾神境的钥匙 此事放在整个齐天大陆 那也是绝无仅有之事 方辰漂浮于虚空当中 眉头紧锁 此刻他能够感受到 只要自己愿意 便可让神魔道文成为神文 但思考再三 他最终并未如此做 反而是开始压制神魔道文 不让其踏入神文行列 我如今才宗师 此刻拥有神文绝非好事 若是此刻觉醒神文 必定会惊天动地 更是瞒不住 而越是耀眼 越是容易被人盯上 特别是此刻人足正处于 争顶阶段 万足瞩目 泰国耀眼 必定会被一些他无法对抗的 存在盯上 如今他要做的 那便是藏桌 只是天地法则的恩赐 可不是他想拒绝就能拒绝的 完美破咒所得到的恩赐极强 哪怕他要压制 依旧阻挠不了 见此一幕 方尘运转神魔之力 将这股能量灌入 全身冲击肉体径 这般的冲击肉身 自然是提升很快 但同样也是异常痛苦 但对于他的愤怒 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 不管你是谁 我必杀你 方尘双目通红 背后关于体径的道文 纷纷出现 不断地刺激着 方尘肉身的极限 因为神魔之体的原因 他的肉身修炼 可要比他人难上数十倍有余 但正是因为修炼艰难所需极大 他的肉身境实力 也要比同境界者 要强上数十倍 而如今天地法则恩赐能量不缺 方尘的肉身提升 自然是极快提升 仅仅几个呼吸 肉身境就提升到八重巅峰 并且如同没有遇到瓶颈般 直接突破到九重境 紧接着九重中期 后期 直至巅峰 而这还是方尘死死压制的前提下 方尘身躯剧烈颤抖 疼痛难忍 神魔之力疯狂爆发 将祭坛阵的剧烈摇晃 终于 肉身境 无法继续压制 踏入神力境 碰 体境之威贯通天地 异象大起 如此天地法则的机缘 这才没有继续贯入他的体内 但残余在体内的能量 依旧极多 容不得分心 差不多半个时辰之后 他这才将这股能量 彻底炼化 感受着自身的变化 方尘暗暗心惊 凯颜天尊没有说谎 此次机缘 居然真的不比得 掌天灵所得的要差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明只是破了诅咒而已 居然就有如此机缘 他到 到了此刻 他还不知自己完美破咒 是有多逆天 这可是连那些 物神经大能 也都做不到的事情 不过也算三生三世 三灾咒倒霉 居然遇到了同时拥有三大质宝的方尘 掌天灵作为预宝就不用说了 大道世界术在顶域 尽管无法达到顶尖级别 但方尘手中 可是三大道之一的轮回到世界术 因为这一点 就不比掌天灵要差到哪里去 至于小塔更不用说了 掌天灵都只能成为他的配件 单单这一点 就能看出 此宝之可怕 至于神魔道文 尽管没有成为神文 但他表面却已有一缕神域 已是半神文级别 单凭此文 方尘实力又是极大提升 除此之外 他宗师静修为也达到一重巅峰 尽管没有突破 但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达到巅峰 已经十分惊世骇俗 可惜这股力量并不适合融合倒壳 否则的话 一定能够融合好几个 方尘望向虚空 此刻小塔还在不断吸收着天地法则的恩泽 那一股股足以撑死上百个方尘的能量 不断被小塔吸收 它就像是个无底洞般 根本停不下来 伴随着它不断吸收 周身也越发光泽 直到这股力量彻底被小塔吸收完后 他周身不断散发着淡淡灵光 看来此次的吸收让他感到十分满足 而吸收满足后 他这才慢悠悠地回到方尘体内 至于掌天灵和轮回世界术早已回去 方尘望着沈蔓消散的地方 眼中满是悲意 到最后 他还是未能救下沈蔓来 他也不在这里继续停留 走出逐渐暗淡的祭坛光幕 方小友 方公子 当看到方尘出来 众沈家人都立马恭敬地望去 正是因为方尘 他们沈家才能摆脱诅咒所困 但方尘神色伤感 而当看到沈老的尸体时 他眼中伤感之意愈浓 尽管明白 就算是有天地恩责 沈老也不可能活下来 可当真的看到沈老也死了 他还是难以抑制悲意 沈三更来到方尘面前 方小友 若非是您的话 只怕我沈家就没了 多谢小友 多谢方公子 其他人也纷纷拱手行礼 表示感谢 方尘望着他们 道 各位无须多礼 又对沈三更和沈更心道 也请节哀 这时 他发现凯颜天尊不在 问道 跟着我的那条犬 去哪里了 沈三更道 在破咒之后 那位前辈便已离去 方尘沉默 只怕凯颜天尊知晓破咒之后 沈漫是很难存活 害怕自己迁怒于他 于是就先跑了 他微微一叹 这也怪不上凯颜天尊 他也是看出来了 就算是光影 女子不出手 只怕沈漫的灵魂也会破碎 当然 他也没有打算去找凯颜天尊 也不打算再动用骨头棒子的力量 就此告别也好 对了 方小友 这些人要如何处理 他只向萧胜知他们 尽管没有了凯颜天尊的束缚 但他们的修为 早就被沈家人给封闭了 现在和凡人没有任何区别 见沈三更提起自己 萧胜知连忙说道 这位大人 我萧家愿意试试代代为奴 还请饶我们一命 我们宣家也愿意 宣明健也开口喊道 韩家也愿意 韩宁的儿子韩孝也道 饶命啊 我们知道错了 大人 只要你饶我一命 让我做什么都行 大人 我房中术很强的 绝对会让你满意 三家其他人也是纷纷哀求 他们也看出来了 方尘才是决定他们生死的关键 我们也愿意成为大人的奴仆 只愿大人饶我们一命 单老三人也不断哀求 但对于他们的哀求 方尘神色冷漠至极 问我做什么 难道留下这些人 以后继续给沈家找麻烦吗 方尘冷冷说道 沈三更一颤 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 小友的意思是 都杀了 方尘道 也不愿在这里继续逗留 直接离开 萧胜知等人闻言 纷纷露出惊恐和不敢置信的神色 三家在这里 加起来也有万人 说杀就杀 他们还想求饶 但方尘已经走远 沈三更也是反应过来 方尘所言不错 留着三家不敢进杀绝 等着他们复仇吗 众沈家子弟听令 杀了他们 他道 是 沈家众人尽管对于方尘的决定 很是诧异 但还是纷纷领命 他们早就想杀光三家 既然命令下达 那就不会犹豫 不要 你们不能这么做 别过来 啊 三家修士哀求着 但沈家人毫不手软 顿时 祭坛惨叫声连连 很快就血流成河 远处看着这一幕的各方势力 脸色纷纷大变 他们也没想到 方尘会这般狠 沈家也会这般狠 萧胜之剑存活无望 只能死死地盯着沈三更诅咒道 我诅咒你们 沈家不得好死 沈三更冷冷说道 连三生三世三灾咒 都无法灭杀我的 你觉得你的诅咒能行吗 说完他不再犹豫 一箭斩杀 薛明剑 英老等人 也皆是斩杀当场 血流成河 而对于这边的屠戮 方尘并未在意 而是回到沈家 沈曼